好 相信北部的朋友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雨势 而在今天其实呢也就是类似的状况 主要就是低压带影响着台湾 其实虽然相达台风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影响到较大的则是低压带 也就是台风北上再加上太平洋高压牺牲的关系 所以低压带会在周末的时候逐渐的靠近台湾 而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会一路到下周四 因为随着下周一开始整个低压带慢慢的通过台湾 所以可以看到包含在山区的部分 甚至是全台都会有局部的震雨甚至是雷雨出现 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了 由于是偏南风的关系 所以在中南部以及东南部以及山区的部分 可能雨势都会较大 甚至呢这个雨区也会持续的扩大 而一路要下到下周五 这个雨势才会稍微的减缓 到了8月5号水气慢慢的减少 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牺牲的关系 但是如果要前往山区的话 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